所以艺术前世文化图 已经举办第八年的活动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 希望将艺术教育往下扎根 提供青少年在暑假一个平台 让他们透过音乐 舞蹈 戏剧等 不同的形式来展现他们自己 那今天的记者会 是我们已经筹备了半年 我们的少年办戏这个计划 由影响的新剧场 从三月招募我们的 50位的青少年进到剧场 来透过我们的课程 以及我们的故事的一个编撰 还有在导演的带领之下 完成了今年的作品 爱这个作品 那这个作品呢 我们透过这些40位的孩子 他们透过他们的前台制作 后台的一个执行 以及舞台上的呈现 来展现他们的其中活力 那同时也在展现他们的 深厚历史故事 我想文化局这样的一个 前16岁振青春艺术节 也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艺术体验 来让我们青少年赶紧 属下的人 能够完成他们属于自己的 16岁成年年 把对话进入三年 还要重新下载 对话都没有了啦 这里没有 这里也没有 这都找不到了啦 啊 听说这个网站有用 但是看起来 出电断坏了 要是吗 要IG帐号 去 我需要您的电话号码 想输入您的电话号码 为什么要电话号码 不是只要IG就好吗 送出 您的验证码是09487 可能会产生一体额外费用 请问您要继续吗 额外费用 啊 算了 简讯没多少钱啊 送出 验证成功 不是啊 网站画面怎么变这样 东西咧 怎么进不去 都是以为 谁看得懂啊 应该 不会被盗帐货保 天啊 电话费一千多 啊 算了 该不会是那个网站吧 就是 一会儿 的 帮照 我 这 比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